編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同樣的衣衫 同樣的笑顏 和你手拉手轉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系了我的胶件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 说吧 把我交来什么事儿 我已经把所有酒吧的会员卡都退掉了 行 第二项 我现在就拉给他们 再见了娜娜 再见了娇娇 再见了贝贝 我会想 我不会想你们的 再见 都删了 我信你 不过以后 再让我发现您手机有不该出现的东西 你懂 我懂 我懂 继续吧 继续吧 我 江绍凯 今生只喜欢洛小夕 立此为室 如果以情别恋 天打雷劈 段子绝 一 四 那 我发了 你不会只设置我一人可见吗 绝对不会 小心 你让我做的三考验我都做到了 可以了吧 表现不错吗 走 喝个小酒去 不好办 打杯天的 你去就不去 去去去 妈 那么多废话 解除作品与劳动合同协议说 轩轩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年轻人做事要沉稳 你可不能这么急躁啊 这个 就当我没看见 你赶紧拿回去啊 赶紧拿回去 社长 你就别后来这套了 行行行 你再考虑考虑 那毕竟你在咱们文学网都这么多年了 咱们的合作 多么的愉快呀 有什么用 人家苏简安是大老板的夫人 社长 您就别说了 这是凉嘛事儿嘛玄玄 你这 文学创作 那讲究的是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嘛 一山不龙二虎 除非一沟一亩 有苏简安在 哪有我的出头之日啊 你 你真的要走啊 你就不念咱们多年的情分了 是吗 合同在这儿 等您签字 违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 明天我就让人来取 学学 学学 学 你 社长 社长 明天我想请一天假 知道了知道了 是玄玄姐要解约吗 她不是写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 多年栽培啊 那去给别人挡了嫁衣 这十有八九 是那春江文学网的暴走 究竟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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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 人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没事 你现在写怎么样了 还要几天呢 我想一次性地把这个新的小说更新完 然后做一个爆炸的效果 我觉得是个好想法 到时候再配合文学网的全站推广 楼宇 汽车 地面广告 做一套整合营销 效果肯定更好 薄言 我想用好的内容去吸引读者 如果读者们喜欢的话 自然会口口相传啊 而不用去打广告或者是买流量 我也想看看读者们真实的反馈 读者的真实反馈 对啊 想看看哪里写得不够好 然后再努力地改进 那我之前给你想的桥段够发糖吗 读者们会不会觉得太老套 太重复了 那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累了的话不如早点休息 喂 你干嘛 我还没有写完呢 明早我们一起来找灵感吧 这也太甜了吧 陆总 我们要不要帮嫂子推广一波啊 简安说过 她想靠自己的努力 不过我想 小说正式上线之后 做口碑营销传播一下 还是可以的 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z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简安老师 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 我就是过去啊 你们都在啊 恭喜简安 恭喜 社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陆太太 你看你 也不多休息两天 你就这么着急 更想说啊 你跟你先生简直一模一样 那太敬业了也 社长 您还是叫我简安好了 这样听上去比较舒服 好好好 简安 简安 简安姐 你的小说一更新 就冲到女平榜第一 你真厉害 下面我正式宣布 苏简安正式进行为咱们文学网的白金大神 谢谢社长 谢谢大家 简安老师 我记得出版小说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吧 对啊 按公司的标准 我们可以开始预定小说了 只要两周内 那预定量超过十万册 您就可以正式出版您的实体小说了 要十万册的预定啊 简安老师您多虑了 你的小说点击量 那现在都快破亿了 那十万册对你来说 三不三不随呀 奥特星人 你在吗 在 王主 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出版了 这是好事啊 你努力了这么多年 都是应得的 可是 按照公司规定 要达到十万册的预定量 我这心里总感觉没补 自信点 你现在可是女平榜第一的作证 没问题的 真的吗 当然 别忘了你还有怪兽联盟的怪兽们呢 现在 每天都有很多人申请 十个超级Q群都买了 我都要忙不过来了 怪兽联盟一到十群 谢谢你 一直支持我 还帮我维护怪兽联盟 谢什么 只要你能继续发狗粮 我们就很开心啊 薄言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的小说马上就要开始预定了 要是两周之内能够突破十万岁 我就可以吃饭了 我觉得这没难度 我老婆肯定行的 暴总 就苏锦安那文笔 她居然还好意思出版小说 就是啊 凭什么呀 她跟你没法比 宣言 宣言 你在我心中 你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 就就就就 就就 言情女王 真的 高总 你可得帮帮我 你可得帮我 你可得帮我 哎呀 宣言呢 有什么事儿 我能帮你 金黄书 哦 按陶然文学网的出版标准 是十万册预定 我要和苏锦安同时预售 想出书 没那么容易 你看 你看 言情女王陈玄玄新作 王爷的落袍宠妃 以及小怪兽苏锦安的小说 陆绍的暖婚星期两部小说 将会在同一天进行预售 言情女王与田宠欣锐的对决 两人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 尽情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你说这个陈玄玄太让我失望了 都怪我管教无方 你说这人走了 还老给您添麻烦 现在居然还要开启什么 同党区预定 那太放肆了 社长 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不用管他的 那你是不知道啊 那他 听说还请了什么国内著名的设计师 去帮他设计封面造势 还进行了什么什么 好多捆绑促销活动 这不是摆了明 要跟咱们争读者预定量吗 不至于吧 你不用担心啊 这件事情 我们会想办法 我陶人文学网 愿与您共存亡 社长 你这也太夸张了 我相信读者 会喜欢更好的作品 不用弄这些画里胡哨的东西 现在的社会啊 那是好久也怕巷子深 到时候我让江少恺 全权负责你小说的宣传工作 他人呢 他呀 说是前两天喝了顿小酒 喝猛了 把腰给扭了 他明天就来上班了 怎么了 没事 好好好 社长 要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好 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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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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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安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小说宣传的事情 你该不会是在担心 陈璇璇那边吧 这倒不是 我看了她的作品 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 不过我在想 第一本小说 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 比如我们一块设计 这本小说的封面 这样 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 对 那我去准备一下啊 自己设计 确实比情人设计有意义多了 哪 应该就会有意义 你有意义的 洋春迟 我们 在悄悄上演 小说里甜蜜情节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起了我的胶线 亲吻鲜花和誓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爱 我宣布陆绍的暖婚星期 正式开始预售 我们今天将全网监控预售情况 请看大屏幕 现在备受关注的 小怪兽苏简安的陆绍 以及言情女王陈玄玄的王爷 两部同类的甜宠小说 已经是同步开启预售了 其背后的两家网站 可谓是各出奇招 线上线下 两部小说的宣传竞争 如火如荼 据都市早报报道 陈玄玄的王爷 联动了知名店饭包品牌 打出了 吃糖要甜 吃米要香的宣传口号 随着促销活动开展 陈玄玄新书 王爷的预定量迅速拉高 反观陆绍这边 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宣传视频 没错 封面 是我和简安一起设计的 那两位可以给我们 现场演绎一下 封面的动作设计吗 陈玄言果然 亲自为娇气助阵 接受采访时 更是秃洒狗粮 甜到爆炸 虽然王爷使出浑身解数 但这预定量 好像完全无法与 拥有良好涂折口碑的 陈玄香槟 现在陈玄突破了五万大关 将陈玄学远远全战 钮林 营 嫣安 不用谢我 依简安现在的水平 和读者口碑 陈玄学 肯定比不上 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 最晚 后天 肯定能突破十万册 但我得提前恭喜姐安老师了啊 咱们也开始提前准备 实体书的印制吧 各位别急 我们还有大招 最新消息 素质利人全国各大文件 展开了预定陆少的暖婚星期 将内衣舞折的大促销活动 这是要破文学网记录的写奏啊 这是苏氏利人 亲自为小说制定的 捆绑销售活动 接下来有请苏董 爸 这什么情况啊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啊 闺女 你这个是什么内衣捆绑营销啊 你可懂 我闺女第一本小说 那必须大获全胜啊 不用谢我啊 你赶紧给我撤了 为什么呀 这效果这么好 我还准备持续一个月呢 什么 一个月 我说你这个就是趁我打劫 你是不是想借着我的小说 来卖你的内衣啊 没有的事儿啊 告诉你 这个点子 我这想的一夜啊 简安 爸呢也是一片好心 爸 我就替简安谢谢你啊 还是我的女婿等我 包总 你再给我出价宣传费 玄玄 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好 康总 韩小姐已经回到陶然市了 电影之后的宣传配合工作 我已经和他沟通好了 好 宋宇 在剧组这段时间 你也辛苦了 康总 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宋宇 做人做事 要无愧于心 哪些事该做 哪些事不该做 你要懂得分辨 对不起 康总 我知道错了 知错就好 姐 你回来了 月月 苏简安那边 你们最近有什么动静没 听说苏简安要出版小说了 还和另一个作者的打什么擂台 陆总还亲自和他一起 画了小说封面 我 或许多证 我还不想看 听说什么 在美国 我现在想听说 因为他没有 戴美国 从未来 美国 是 我 我 这个 我 你 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被推定了 未来 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 我可以出来证明简安是清白的 我当时是在跟康总对戏啊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 我觉得应该是喊若曦偷拍的 现在的舆论对简安的形象十分的不利 你们看 推定的人数还在增加 最近出版的目标越来越远 闭上你的乌鸦嘴 对 其实我可以发表一篇声明去澄清的 只是现在这个时候 发表一份单方面声明 意义不大呀 而且水会被越搅越混 韩若曦这个心机表气死我了 而且啊简安 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够不够出版 郁定浪的问题了 陆总那边 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那我去找一趟博言 嗯 康总 康总 苏老师 怎么了 未来 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 对 对 陆总 已经在联系媒体删除视频了 但嫂子小说的口碑 却很难控制了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 澄清的意义不大 您的意思是 想联系康瑞诚 以现在的情况 必须要三方共同澄清 才能减轻负面舆论 减缓推定 薄言 你没误会什么吧 是有点不高兴 当时的情况是 我的智商还没下线 这个明显是你们在对剧版的时候被偷拍的 我在想 应该是韩若曦做的 好 谢谢你啊 简安 不用担心 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 嗯 康总 苏老师 陆总 你是为简安的事情来的吧 嗯 嗯 康总 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我觉得你理应承担起所有责任 的确 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剧组里 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过来向陆总 还有苏老师道歉 所以 你要怎么处理呢 我建议 我们三个人共同出面澄清 才能将流言蜚语制止 一整十听 谢谢你啊 康总 不用谢 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 那拍视频的人 你想怎么处置呢 如果二位能够相信我的话 并愿意给韩若曦一个改过的机会 我愿意单独跟韩小姐交代此事 若有再犯 我瑞金集团 也容不得品行不良的艺人 那就封杀吧 我愿意给你 既然我太太不想追究这件事 那这事就算了 那么 康总 您对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视频做何解释 网上流传的视频 就算了 我给你带了 我太太太太了 就算了 你不是一个人做的事 那是什么事 你也不想追究竟 你再给你带来 我不想追究竟 我可以带来 你带来 我把这些东西 我设定了 那是什么事 我还想要去 你带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比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约海又笑 你剧本的忠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没有 没有谁能退老 想对你一直好 爱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需你来找 我温柔的吵闹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温柔的吵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温柔的吵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温柔的吵闹下